两岁男童被人在家门口暴走 孩子的命运最终如何 就有可能哭闹 这样就有可能激起犯罪分子 这种杀人灭口的这种可能 绑架的背后 犯罪嫌疑人与家人究竟有着怎样的纠葛 如果保险我就把小孩杀了 就打算 在他家屋后面买雷管 血浓与水的亲情 为人父母的慈悲 最终不敌利益的冲突和对法律的漠视 看似聪明的他 究竟该付出怎样的代价 敬请收看本期夜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这几天北京人都在热议发生在北京的某一个高档住宅小区里边的一个新闻 话说前几天 这个小区有一位女士在外边行路的时候 忽然给她丈夫打了一个电话 说我怎么觉得有一辆结答车跟着我 我这几天好像总看见他们 然后这个丈夫就说呢 我们无法确认这件事情 你不急着回家 你在家门口呢 找一个很热闹比较安全的一个商场 你为人家商场门口多转几圈 你确定一下人家是不是真跟着你 于是就这么做了 真的是在跟着他 可是呢 即使如此你也没有办法报警 因为人家跟着你 可是人家什么都没做 回去以后两口子商量了一下 第二天妻子依然开着这辆车出去 结答车真的又跟上来了 丈夫呢 已经找了四个朋友 开着四辆车也追上去了 然后呢 故意在一个马路边 挂蹭了那辆结答车 然后警察来了 本来是来处理交通事故的 结果一查呢 那辆结答车的牌照是假的 然后在一搜那个车呢 发现车上有手铐脚料 有勒人用的绳子 有装尸体的袋子 有什么锤子 斧子 挖坑的铁锹等等 而且发现 他们跟踪了这个小区的好几辆车 都是车好 而且呢 是女的开 而且他们在这些车上 安装了一个跟踪的装置 都连在自己的手机上 这样呢 这些女的车开到哪呢 他们都能找得到 后来大家都盛赞这个丈夫 有勇有谋 制服犯罪 保护家人 但同时呢 也对这些犯罪分子 设备这么齐全 感到非常的恐惧 那今天呢 我们要从发生在山东临沪的一起 儿童绑架案说起 一起来看 2015年10月5日 山东省林仪市蓝山区的一个木材加工厂 厂主魏某的大儿子突然跑进屋 大喊大叫 打破了国庆假期带来的轻松与惬意 大儿子就说不好吗 弟弟被我们人家抱走了 魏某的大儿子声称自己的弟弟 也就是魏某年仅两岁的二儿子被人抱走 一家人顿时晃的神 赶紧出门查看状况 我们当时就懵了嘛 接着一看 接着就没有小孩了嘛 昔日电视和报纸上才能看到的事情 如今却降临在了自己的头上 前一刻还和大儿子在门口嬉笑玩耍的二儿子 转眼就被陌生人抱走 魏某家中节日的轻松气氛被一扫而空 我们那几条路嘛 都一个人一辆车 并没有将交易地点 设置在有利于民警行动的地方 让孩子母亲独自驾车 到经过高速公路 然后再等他电话通知 但是必须一个人 并且要带上输金 昔日如果在高速上拿了钱跑了之后 这个追捕都是非常难的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在谈一起绑架勒索案 到场嘉宾 吴涛律师媒体人张春卫女士 欢迎两位 我想先请吴涛律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绑架勒索这一类的案子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 相关的量刑和法律规定是什么样的 绑架罪是一个严重侵犯人身 生命安全的这么一个犯罪 它可以说是一个重罪 我们看刑法的规定 以勒索财务为目的绑架他人 或者是绑架他人为人质的 起行点是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 如果导致被绑架人死亡 或者被杀害的 那么处死刑 那么这个我要特别解释一下 至被绑架人死亡 那么这种死亡可能是他的身体的疾病 或者是意外情况发生 只要他死亡 在你的被绑架控制期间 那么刑期就是死刑 就是说哪怕不是你杀了他 但是如果因为你绑架人家 在这段时间里边 比如说人家犯病死了 或者是怎么着 自己摔着了死了什么的 你都是死刑的 我们举一个决定例子 如果吃饭噎死了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要判死刑的 就是他被死亡 这种死亡是一种意外 不是你故意杀害的 那么这个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 那么我们也是为了尽量保护到 被绑架人的生命的安全 我们考虑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刑法的修正案 也把这个罪规定了一个情节较轻的一个行为 那么它的起行点是五年到十年 虽然这是个重罪 虽然这是一个 是一个穷途末路的一个犯罪嫌疑人的一个 殊死的这么一个冒着死的一个犯罪行为 那么我们要告诉他 其实你的行为可以有一条后路 可以有一个较轻的一个刑事责任 怎么着就可以给你减轻那个行为 你比如在绑架的期间 如果说你没有对被绑架人实行人身伤害行为 没有使用暴力 或者是你主动去释放被绑架人 那么你的种种的一种照顾到 保护到被绑架人的这种行为 有可能在事后会被认定为情节轻微的这种情况 我明白了 首先这是很重的罪 量刑是很严重的 第二 特地做了一些修改 还把一部分给减轻了 这个时候公众就有的时候就不解 说你们为什么替这些对这些罪犯这么宽容 其实减轻不是为罪犯好 是为了无辜者好 就是鼓励什么情况可以减轻 你一定要对人质好 你主动把他放了吧 你对他特别照顾吧 只要你对他特别好 我们一定要给你减轻 实际上就是鼓励保护那个人质的安全 我们不希望他们于死网破 我们是应该尽全力来保障被绑架人 被害人的生命的安全 这跟前一段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说绑架儿童拐卖特别可恨 大家就出于义愤都说 所有拐卖儿童的应该一概枪毙 所以很多专家就说出来 说千万不能这样 咱们不是为了犯罪者考虑 咱们是为了人质考虑 如果你要全都判得特别重的话 他没出路了 他真就有可能杀人了 对 横复也是死 好 那这件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尽可能的减小嫌疑人驾车逃窜的可能 民警们做出了周密的部署 我们对周围的寒冬的出入口 对周围环境都进行了严密的布控 防止说犯罪嫌疑人拿到输金之后 直接利用地形的情况逃窜 我们的时间必须得分成两组 你这个高速公路交易 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在高速上什么情况 如果嫌疑人不在高速上 我们如果只上了高速 嫌疑人眼真的看着嫌疑人就跑了 在确定孩子人身安全之后 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拿到输金之后 将孩子安全地交给受害人之后 我们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经过商议 民警们不仅对交易点附近的道路进行布控 而且兵分两路 在高速路及高速路旁边的国道上 分别设置了人力 高速路的一上一下 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随后民警们安排车辆 让孩子的母亲带着赎金 开着自家的车 驶向了交易地点 但是在他车辆后面 有我们侦察车辆为谁 我们不但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我们还要保证孩子母亲的安全 孩子的母亲和民警的车 在路上急驰着 所有人都秉息凝神 等待着犯罪嫌疑人出现的那一刻 然而 就在大家都对即将到来的抓捕 信心满满时 已出现了 但是当我们赶到犯罪嫌疑人预定的交易地点之后 又接到一个信息 说犯罪嫌疑人变更了交易地点 犯罪嫌疑人突然变更了交易地点 当前的布控 请客间成了虚设 再次埋伏已经来不及 民警们意识到 与犯罪嫌疑人的斗智斗影 并没有结束 他可能会再次变更交易地点 所以我们决定 不再按照犯罪嫌疑人所说的交易地点 先进行埋伏 我们只跟随受害人车辆 当时嫌疑人也非常叫华 一开始选择了 一个罗庄区的地方 还有兰丁县的一个地方 但是最后他全部又放弃了 又选了一个新的 正如民警们预料的那样 犯罪嫌疑人再次变更了交易地点 此时 民警们一方面 继续耐心地跟随孩子交集的母亲 而另一方面 他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因为每一次交易地点的变更 都可能使案情更加复杂 让提出一点来说 让受害人的 就是被绑架儿童的母亲 自己驾车 上金户高速 到零岛高速 然后从兰丽县上高速以后再联系 受害人的母亲在金户高速转到零岛高速 一直转到岛庄服务区 就在三番五次的辗转中 犯罪嫌疑人再次打来了电话 那么这一次他会确定最后的交易地点吗 在犯罪嫌疑人变化了五次交易地点之后 犯罪嫌疑人最终确定了一个交易地点 一直到了藻庄境内 嫌疑人打电话说让你调头 从高速上转了 调了头 到了兰临境内的时候 嫌疑人说就从高架桥上你一停 他在广告牌附近 有一个人为的破坏口 人可以从高速桥上下去 犯罪嫌疑人最终选择了 高速路下的一片空地进行交易 民警们经过观察发现 这处地点非常适合进行交易 犯罪嫌疑人在事前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 高速公路不是铁站来吗 专门有一个空落 正好能一个人站过去 你要是选择其他地方 他有可能东西小客人递不过来 他专门选了一个带加来坏的地方 这是他提前才好点的 犯罪嫌疑人与孩子母亲的交易正在进行中 民警们却没有立刻上前实施抓捕 嫌疑人当时是在高架桥的下面 我们的刹那是在高架桥上的 我们来不及抓捕 而且我们万一要抓捕成功 他警觉了带着绑架人跑了 那小孩后果就不堪是想了 其次我们怕犯罪嫌疑人在逃跑过程当中伤及到其他的群众 为了避免引起犯罪嫌疑人的警觉 而使受害母子的安全受到威胁 民警们选择了继续等待 在我们确定孩子是安全的 孩子母亲是安全的 他们已经完成交易了 我们车辆这才对犯罪嫌疑人的车辆进行了跟踪 我们当时去了很多车一路为谁 一路不为谁就跟着他 到了一个兰陵县一个村里边 民警们经变化得知 犯罪嫌疑人与孩子母亲已经完成了交易 在确认了母子的安全之后 民警们的抓捕行动终于开始实施 但是嫌疑人的车已经开进了附近的一个村子 民警们又不得不多做考虑 他在跟受害人家里发短信打电话的时候 说过自己手里有枪有炸药 我们担心在路上对他进行堵截抓捕的过程当中 他会对周边的群众造成人形伤害 我们回忆他说万有枪支万有雷管怎么办 当时我们也是带着枪也带着武器去的 也许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动机已经暴露 嫌疑人在慌乱中竟然将车开进了一个死胡同 随即便遭到了民警的堵截 然而正当民警们将目光对准 尽在支持了犯罪车辆时 一个小小的身影让民警们瞬间警惕了起来 当时我们当时已经发现车了 出现了意外情况 车上还有一名儿童 除嫌疑人外 车上居然还有一个孩子 又一个孩子出现在车里 难道是嫌疑人绑架的另外一个儿童吗 这是嫌疑人向他人索要赎金的另一个人质吗 此时已经无辱可逃的犯罪嫌疑人 会不会丧心病狂的将这个孩子挟持作为人质 然后赋予往抗 从而对这个孩子或者其他群众造成伤害呢 意外随时有可能发生 民警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行动 当时就是通过喊话的方式 我们也是拿着武器的 这个男的最后实在无路可逃了 死胡同 令人庆幸的是 犯罪嫌疑人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 没有过多反抗 车上的孩子安然无恙 那么这个孩子又是谁呢 后来把他抓换之后 把他撤上小孩解救下来疑问 是嫌疑的儿子 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过程中 居然带着自己的孩子 这种结果令民警感到错愕 那么犯罪嫌疑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他究竟是谁呢 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是被绑儿童的亲姑父 绑架了自己的亲外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绑架孩子的犯罪嫌疑人 居然就是孩子的姑父朱某 他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体现了相当高的思维水准 准备了非常重 口罩他弄着 然后他这个作案车辆我们扣押之后 作案车辆他那后边的座子是全部拆除了 孩子和他应该都是在车上住的 他这样也是为了逃避公安警官打击 最后这确定的小孩是嫌疑的儿子 他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 给被绑架的儿子一起玩 方便于他看着 不光体现在作案准备和作案手法上 在绑架了魏某的二儿子后 为了方便看管和照顾孩子 朱某居然能想到让自己的儿子过来陪着魏某的儿子 朱某所做的一切可谓是用心良苦 那么如此挖工心思的去绑架亲戚家的孩子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犯罪嫌疑人生和孩子的姑姑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牵扯到一些投资和借款 潜疑人交代他曾与受害人家属有债务纠纷 你没有欠家 就因为自己借给魏某家的钱还没有要回来 朱某竟然就以绑架的方式来要回这笔钱 他似乎并没有考虑过他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尤其是对被害儿童的影响 从针对孩子的作案方式上来说 朱某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那他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这个人就挺喜欢小孩的 朱某是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他从小跟着父亲 在朱某心中渴望有个美满的家庭 四年前他和爱人相识 并生于一个男孩 但是后来因情感不和导致分手 因喜欢孩子 他执意要下儿子自己抚养 这一切似乎证明 他不应该用如此的手段去对待和自己儿子差不多大的另外一个孩子 更何况在绑架的整个过程中 他还带着自己的儿子 反正盖子被子也没动着 然后第二天一早再给他买早点 给他吃了两个鸡蛋 然后喝了一包的牛奶 尽管没有虐待孩子 他的所作所为依旧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尤其是对孩子的影响 现在就是我们去 陌生人只要一碰着小孩 小孩就哭 哭得很厉害 只有他父母 父母亲爱的男人碰下来 其他陌生人一碰着就哭 孩子因为他的绑架 而蒙上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这势必会对孩子未来的成长 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而孩子的家长 也因为担心和恐慌 而备受折磨 直到进了监狱 朱某才意识到 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和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想过通过法律调解 然后说没有欠条也不好弄 就算没用吧 想着怎么弄吧 也是不犯罪 实际就是说 他就是有点这个法律 有点不了解 债务问题解决不了 他大可以和自己的亲戚们 进行商议 或者以法律手段来进行解决 钱不该万不该 他偏偏选择了一条最为错误的道路 钱你就找到350万 我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还没打算要这么多 反正你就算上菜市场买菜的话 总归也得讨价还价 反正他只要能把钱如数还给我 我就感觉挺好的 这类案件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 而且容易引发其他性质更加恶劣的犯罪 如果说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话 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解决 如果采取了非法的途径 甚至是犯罪的手段 来去实现自己的所谓的合法权益的话 也照样是构成犯罪的 我接受法律的资产 案情再次为我们敲响的警钟 身为人妇 居然因为债务问题 而向自己的侄子伸出罪恶的双手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只要是用非法手段解决问题 那么就一定得为自己所造成的结果 承担相应的责任 观众朋友继续直播夜线 春卫老师对这种亲戚之间 因为金钱纠纷而绑架孩子 这种事件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就完全是被愤怒迷惑了双眼 因为我们往往会发现 古人虽然说亲兄弟明算账 但亲兄弟是很难算账的 大家就会觉得你都是亲诊的 你为什么要像别人那样 对我斤斤计较呢 于是欠条没有 然后说法没有 最后有的时候 甚至迫于长辈和这种家族的关系 这笔钱你可能得认怂了 但是你想啊 这件事情的话呢 对于彼此双方来说 会带来很多的伤害 但我觉得今天的当事人 这个亲姑父而言 就他只惦记着自己的钱受到了损伤 但是他忽略了 亲情有的时候是非常难以弥补的 只要钱而不要亲情 这种做法 最后会让两家 有可能走向世丑 甚至最后的话 两家的孩子再见面的时候 彼此怎么看待对方 而且我觉得 比如这个钱可能真的就是要不回来 也许能要回来 也许真的就要不回来了 吃了一个很大的亏 这其实是个小麻烦 你把一个小麻烦 现在可真给变成了一个天大的大麻烦 已经受不了场了 试想即使是你不被抓 你的绑架勒索完全成功了 你要多少钱拿到了多少钱 然后警察都没抓你 然后你就成功的逃跑了 当然这不可能发生 但即使发生了 你以为你没事了吗 你可以拿着钱好好过日子 你这单亲父亲 你要好好带自己的儿子 你很爱自己的儿子 你就可以拿着绑架的钱好好过日子吗 那是不可能的 你的儿子以后怎么生活 所以其实你也毁了 孩子也毁了 这是非常没有头脑的一种 就是把小事做大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糊涂行为 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这是个重罪 会判得很严厉 但是如果你要能对人质好 可能会轻判 那这个人我觉得他算是对那个小孩还不错 也没虐待给吃给喝的 而且在片子中他还说 给孩子牛奶鸡蛋 而且照顾着孩子 没有给他实行这种任何的暴力行为 或者伤害行为 其实在后期的这种侦查过程中 公安机关可能也会酌情来去 适用这个清洁矫情的这样的一个量性的标准 也就是说他千错万错 最终他还有一样是对的 就是他也不那么狠 对人质不错 对孩子不错 对 所以这点总还是不错的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关于这个金钱来往 这种事我们也碰到很多 我们中国人呢 后面子 特别不愿意打电话 情侣之间 必须得假装特别大方 特别仗义 尤其是在那个刚认识姑姑那个时候 双方之间关系还好 就觉得我得用钱来撑面子 然后这个欠条可能就更不好打 所以我觉得他这笔钱没要回来 肯定跟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两家还热乎的时候 有一定的观点 第一 别管是交情还是爱情 热乎的时候也有规矩 该有契约就得有契约 该打条就得打条 金钱往来都要说的一清二楚 这个避免日后的麻烦 因为他最后就是吃不下这口哑巴亏 然后就变成了更严重的事 往往人们会要面子假仗义 但是心里不是真不介意 所以等到交情破裂的时候 他可是真介意 然后就会变出后边的一些 非常难堪的构写的结局 对类似的绑架案 武涛律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 其实这个案子 可能应该让我们电视之前的观众 有些领悟或者想些什么 其实像类似的案子也有很多 我举出两个案子 这个案子比较典型 曾经有一个犯罪嫌疑人 在幼儿园冒充这个小孩 两岁多小孩的 两岁多两岁半的小孩的叔叔 然后把孩子冒领走 藏匿到自己的村中 然后向这个孩子的父母 要挟30万的赎金 最终是以10万块钱 换取了孩子的安全 但是这个人最终也在当晚 被警察给抓走了 抓获了 那么这是一个案子 他就冒充孩子的亲戚 那么第二个案件 就是在一个村子里边 这个犯罪嫌疑人 因为没有钱了 然后把一个村子里的 一个两岁多的孩子 挪走 放到了果园里边 然后拿着这个胶带 把嘴封上 然后捆绑 他是防止这个孩子 就是有哭泣 然后双手捂着嘴和鼻子 最后导致这个孩子窒息死亡 警察在排查这件事情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他的犯罪行为 然后问到他的时候 他去合盘拖出了 全部的犯罪事实 但是孩子死了 他向公开机关说 我有自首情节 我也是出犯 我请求重新处理 但是这个案子最终结果 判处了这个犯罪嫌疑人死刑 所以说绑架罪 这样的罪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罪 那么这两个案例 其实能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要增强孩子的一种安全意识 虽然可能有的时候 防不胜防 但是除了孩子安全意识以外 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保护 也应该提到一个比较警醒的一个位置 就包括张老师您所说的 就是星河湾的这个案例 其实并不只是孩子 对于我们成年人 特别是成年女性 你的人身安全 也是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说到孩子 我们以前说过好多次 家长应有的提防 比方说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 冒充是他家亲戚就给领走了 家长跟不管是幼儿园的老师 还是学校的老师 都必须得互相认识碰头 谁可以临走 不能随便说一个亲戚就可以 对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